你好,我是林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林斌说,从确认GPT爆火以后 最近一段时间AIGC也很流行 大家都在学习怎么样去用AI去创作内容 比如说用AI来创作文本 用AI来设计图片 的确,AI的创作效率是大大高于我们人类的 用它来写文章也好 回答问题,设计照片,以及视频等等 基本上在一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那么这个是AI的一个天然优势 基于海量的模型,算法,算力 能快速地帮我们生产出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个AI的绘画工具 在这个领域里面 它的创作水平是目前市面上最高的 也是当下最流行的一个AI绘画产品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体验这款产品 Meat Jenny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画面 就是在Meat Jenny的一个Discord服务器里面 有很多小伙伴都在体验 这个Meat Jenny的一个创作能力 用它来设计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有人物啊,动物啊 还有这种很奇葩的这种产品包装啊等等 Meat Jenny它是通过用户所给的关键词 结合后台海量的一个模型 综合创作出用户想要的一个照片 而且它确保所有的创作都是原创的 不会存在版权的一个风险 那么这个就是Meat Jenny的一个创作能力 接下来我们直接体验一下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因为Meat Jenny它是国外的产品 所以当我们给关键词的时候 给一些提示的时候 尽量是用英文去提示 那比如说现在我要设计一个 iPhone的手机壳 以蓝色为主色调 并且上面有猫的元素 我把它放在翻译软件里面 进行一个翻译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Meat Jenny的Discord服务器里面 好 我输入这个创作的指令 打这个斜杠 输入Imagine 接下来我把刚刚弄好的一个关键词 复制到这个指令后面 然后点发送 好 现在指令已经发送了 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出现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来等待一下 这边会有一个进度展示 当下是31% 好 那现在我所要求的这个 iPhone14的一个手机壳已经设计完成了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它是符合我的一个设计要求的 首先是一个苹果14的手机壳 用蓝色作为背景 并且上面有猫的元素 好 那刚刚我们进行了一个 Meat Jenny的一个简单演示 它可以根据用户的一些想法 用过算法去随机创造一些 我们想要的照片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Meat Jenny是怎么样去使用的 我们进入这个Meat Jenny的一个官网 它上面会有一些基本介绍 目前我们要体验这个产品 是必须要通过Meat Jenny的 这个Discord服务器去体验 也就是点击这个Join的Beta 我们点击一下 OK 它会要求我们打开Discord的APP 然后加入Meat Jenny的服务器里面去 那么我们再回到官网 去看一下这个创作的规则 有哪些指令 好 我们点击这个开始 这边有一个快速开始的指南 我们点击一下 这里会告诉我们如何快速去使用和体验这个Meat Jenny 第一步的话是加入到这个Discord的服务器 第二步的话是要找到一个新手频道 在左边的菜单栏当中找到这个New Beast的通道 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体验这个New Beast的一个创作 我们要用到的指令是这个Imaging的指令 首先在这个新手频道当中输入斜杠 然后输入这个Imaging在弹出窗口栏中选择这个指令也可以 在指令的后面Plant的字段当中输入一个你想要的图片描述 然后短达系统给我们回复照片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创作指令的操作 我们再往下 每一次创作Meat Jenny会给我们生成四个照片 这个时间的话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新手进来的话Meat Jenny大概会给我们25个左右的一个体验权 OK我们也可以通过发送info这个指令 来了解我们剩余的一个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 每次照片生成完成以后会出现两排操作按钮 分别是U、V还有这个刷新的操作 那U的话它所代表的意思是把你选中的图片放大 并且往里面加入更多的细节 那么这个V的意思是按你选中的照片 进行一些轻微的变化并且重新生成一组新的照片 这个刷新按钮所代表的意思是重新去生成一组照片 比如说当下生成的这组照片四张图片你都不满意 那么你就可以点击这个刷新按钮 进行一个重新生成 那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生成照片的方法 我们通过发送这个imaging指令 然后后面添加上我们想要的关键字 那最终得出minigin所创作的一个照片 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一个更复杂的创作指令 就是这边会有一个高级提示 高级提示的话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URL的图像 多个文本短译 以及一个或者多个参数 比如说你在这个imaging后面输入照片 关键词 以及一个参数设置 下面有详细的介绍 所上传的这个URL图片 可以被添加到提示当中来影响最终的一个照片风格和结果 那这个是放在最前面的 其次我们在后面添加上一些关键词 那比如说你要生成什么样的图片描述 你可以输入一些关键词的提示 结合你自己想要的一些关键特征 那用关键词的形式把它添加到描述里面去 那最后这个参数的话是 比如说可以改变一些图片的一个长宽笔 以及它的一些创作模型 还有图片的清晰度等等 都是可以放到这个参数指令里面去的 那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数里面 有哪些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指令 OK 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指令列表 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示例 比如说在这个imaging后面输入一些关键词 然后它输入了三个参数 第一个所代表的意思是 创作出来的图片 它的一个宽高比是2比3 第二个stop指令所代表的意思是 图片清晰度是95% 它可以设置的一个范围是10到100 100是最清晰 那么10的话是最模糊 那第三个这个nose guy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 创作出来的图片里面 不要有天空 那么我们可能经常会用到的这个指令 就是这个长宽笔 我们可以简写为-AR 其他这些指令的话 也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它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识 比如说用什么样的风格 用什么样的模型 是升频还是降频 这边都会有一些介绍 如果你想要创作一些更复杂 更精致 更符合你要求的照片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参数结合进去 那么最终所得出来的结果 会越符合你的想象和你的要求 上面我所讲的就是 关于Magine的一个指令发送 跟一些参数 那接下来我们来实际演示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Magine的Discord服务器里面 我们就结合刚刚我们所学习到的那些指令 用它来创作一个我们想要的照片 好 比如说我现在是要创建一个男性的人物形象 大概在40岁左右 那么我用Traggbt 让它来帮我创建一些描述 这样就省去我自己去构思这个人物形象 好 那我就根据这个Traggbt所给我的一些描述 把它总结成关键词 比如这个人的名字叫张三 他是40岁 一个中国男性 有浓密的眉毛和略微褶皱的皮肤 穿着职业装 拥有鼻挺的姿带和自信的微笑 然后最后我们要求他搭配一个深蓝色的背景 OK 我把这些关键词复制一下 把它张接到这个翻译软件里面去 我把这些关键词复制一下 好 我们回到这个Discord服务器里面 我们输入斜杠 然后选择这个imagine 在这后面输入关键词 OK 我们再输入几个参数 比如说我要求他的这个照片比例是3比2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创作需求 我们点发送 好 这里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创作了 并且这边会有一个进度提示 好 那到这里就已经创作完成了 他根据我的一个要求 给我创作了五张照片 基本上是符合我们要求的 比如说一个中国的男性 40岁 有着浓密的眉毛 褶皱的皮肤 然后鼻挺的深姿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创作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几个操作 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哈 这个U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放大某张照片 并且添加一些细节 那么这个V所代表的意思是说 根据你所选择的某一个照片 按照这个风格 重新去设计一组照片 那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这个第一张照片不错 我可以点击这个V1 让他按照这个风格重新帮我去设计一组 好 我们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他根据我选择的第一张照片 并且按照第一张照片的风格 重新帮我设计了一组细节不同的照片 整体的大框架是一样的 但是里面的一些细节可能不一样 那比如说眼神啊 皮肤啊 发型啊 可能会有一些略微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把照片进行了一个微调和一个精修 好 那接下来如果你觉得这个第一个照片 整体形象都不错 我们就可以把第一张照片放大 并且往里面再进行一些细节的添加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点击这个U1 好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他已经按照我的选择 把第一张照片进行放大 并且添加了一些细节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个指定人物的一个形象 他是像某一个明星的 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样去弄 OK 我这里找了一张无焰组的照片 我们直接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Majonate的这个Discord服务器里面 同样的话 我们输入这个Imagine指令 那根据我们刚刚所掌握的这个高级指令操作 首先的话是我们要发送这个照片 然后我们再把一些关键词竖进去 关键词我还是用这些关键词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样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我把这些关键词竖进去 好 然后同样的话 我要求这个比例是3比2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设置参数的时候这个数值跟参数之间要有一个空格键 OK 我们点发送 好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刚刚我是发送了一张无厌主的照片 然后再输入了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一个关键词 让它帮我生成一个形象出来 可以看到现在生成的结果 它在一些细节上比如说发型 还有这个神态上确实是比较贴近无厌主了 然后同时它也符合我自己的一些关键词要求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我自己实际使用下来的一个感受是 AI的一个成长速度确实是非常的快 这个Midgini是去年的7月份 也就是2022年的7月份才正式开放公测 那么到今天它所训练出来的一个模型 包括它所创出它的一个质量 其实已经是非常的高了 而且它可以使用的产品很多 比如说设计我们想要的一个产品包装 那设计门头设计广告 或者设计人物形象 等等动物都可以 它可以做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只要我们能想到的 它基本上都能给我们生成出来 而且可以说是天马行空 你可以把完全各种不搭边的元素形象 给它融合在一张照片里面去 那这个在以往的一些工具里面 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我们通过AI训练 然后去向它提要求 那么它就会给我们一个 我们要求的结果 不管这个在现实当中 是不是符合产理的 它都可以给到我们一个结果 那这个就是AI的一个神奇之处 而且总的来讲 现在用AI去生产内容的发展 它还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 很多还仅仅是处于商品的一个田业阶段 它并没有完全去商用 那未来这些东西商用起来 它的进步会更快 而且所带来的一个产出 降本尊效 其实真的是大大超出我们的一个想象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都说AI可能在未来会替代很多 人工的操作 那比如说文案编辑 或者一些简单的软件工程 通过AI都可以创作 甚至现在市面上都已经有AI律师了 可以想象 未来AI在我们生活当中 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所以我们更要去接受AI 去掌握AI的一些使用方法 它的一些技巧 慢慢把AI 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综合竞争力 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谢谢观看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